仪式港 仪式港一点也不贵 就看你有没有用心咯 虾头先下锅煸出虾油 锅不用洗 加入大蒜洋葱胡萝卜小西红柿 再来杯极为仪式港的咖啡 最后泡沫分个顶 让每根意面都吸满汤汁 简单的摆个盘 来第一口给你们吃 最后的虾就不留给你们了 虾仁烩豆腐是我家小朋友超喜欢的一道菜 营养又好吃 每个星期我都会做上几回 水开倒入嫩豆腐 烫去豆腥味捞出 舀两勺这个海鸭咸蛋黄酱到锅里 小火炒至冒泡泡 倒入桌水的豆腐 少许熟虾仁 青豆玉米液 适量的长姜水 少许盐调味 一勺水淀粉勾芡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您也试试吧 哇 绝了 绝了 绝了绝了 哎呀好香啊 这个汤肯定很好喝 哇 好鲜啊 好鲜啊 哎呦 要命啊 这个汤 我马上哭了 真的等不及啊 哎呦我这个头水啊 来吧伯伯先尝尝汤 嗯真好吃 这肯定好吃啊 师傅我给你学学这个 太容易了 这就是夏天应该吃的呀 对咱们去煮凉菜 糖素白骨也凉菜 哈哈哈哈 煮饭的时候放一个西红柿 青豆 玉米意 香菇丁 胡萝卜 土豆丁 香肠丁 一袋焖饭酱汁 一圈食用油 和平时煮饭一样多的水 拖盖按煮饭键 出锅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焖饭有肉有菜 大人小孩都爱吃 煮饭的时候放半个土豆 胡萝卜 姜豆 玉米意 辣肠丁 香菇丁 一袋调好味道的焖饭酱汁 一圈花生油 加平时煮饭一样多的水 按煮饭键即可 出锅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太香了 这样做的焖饭有肉又有菜 全家都喜欢 你也赶快试试吧 你们以为这是个灯罩吗 今天这个是有个粉丝问我说 快要到纪念日了 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升氛围感的美食 非常的简单 唯一的难点可能就是给气球装水了 好糖在前几期视频教过你们了 温度升到130度 管火消泡 淋的时候可以随意一点 这样做菜效果更好 我原本以为这个碗已经够大了 没想到还是煎得到处都是 剩下糖酱也不要浪费 让它这样自然的低落 或反复拉丝 稍微控制一下粗细 像这样叠起来 你们看像不像个鸟巢 用来装冰淇淋是最好的 不太容易化 快速给你来的人吃吧 我听粉丝说 爱吃土豆的人都很老实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辣薯条 没有男朋友的 就是这样不应用手 薯条滚水下锅 撈出后记得锅给凉水 口感会更好 配方我都打在屏幕上了 韩式辣酱是灵魂 别说半鞋垫了 半鞋底多好吃 淋在锅锅凉水的薯条上 抓拌均匀 麻辣脆爽的薯条就做好啦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 某人说我做的鸡胸肉 从来没让他失望过 切好的鸡胸肉先研制一下 再来调个料汁配方在屏幕上了 土豆煎到表面焦黄酥脆 鸡胸肉煎至变色 再加点洋葱淋上料汁 盖上盖子先蒙着 我们来做一杯好喝的 糖和茶叶小火慢炒 炒到糖完全融化 接着倒入开水和牛奶 煮西米的时候加点红糖 煮出来就更像珍珠了 西米打底倒入奶茶 鸡胸肉也蒙好啦 撒上白吃嘛 看看这料汁 不拿来拌饭 这不是浪费了吗 每一粒米放上面都裹满了酱汁 还有一点也不柴的鸡胸肉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个牛肉的做法学会了 再也不怕小爷不知道吃什么了 记得一定要用新鲜的煎子肉 放进少打一点的容器里 放进冰箱冷藏一瓦 这个时候肉已经腌入底味了 然后就是增香 配方带在屏幕上咯 大火煮开转小火煮两个半小时 这么好的酱牛肉怎么能不缩一碗粉呢 里面一共有六包料 无添加非油炸的红薯粉 这个豆皮泡开之后口感劲倒 豆味浓郁 倒入开水等四分钟 要冷却了之后再切 这样不容易散 看看这煎子肉的横截面 搭配着欲发不能的酸辣粉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来一共这样的宵夜 一口牛肉一口粉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喜欢吃草莓都不要错过了 今天是草莓的新花样 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个比例咯 上锅水开蒸30分钟 我用的是蓝色的瑞尔 小朋友也可以用蓝色的汽水哦 假如20克的黄油 这一步一定要趁热 擀薄擀平 切成合适的大小 再在表面上撒淡点椰蓉 我真的是对这种诺基基的食物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QQ弹弹的 米高粱一还能拉撕 你要不要来一块 小朋友都喜欢的一款甜品 草莓牛奶布丁 做法简单 草莓加水清洗干净 锅中倒500毫升红牛奶 30克白糖 40克白凉粉 开小火煮至融化关火 倒入草莓 再倒盆一放凉 凉透后就成牛奶布丁了 香甜可口 大人小孩都喜欢 夏天就要到了 你知道小吃店的凉粉是怎么做的吗 一碗豌豆粉 加6碗水搅匀 开中火不停搅拌至浓稠 冒大气泡关火 倒入碗中 自然放凉就凝固了 QQ弹弹 擦成细丝 淋上爱吃的料汁就可以了 学会了不要偷偷去摆摊哦 今天这个鸡腿它刷到后就一直让我试试 料酒生抽黑胡椒取形露底味 油炸粉里来一勺椒盐均匀的裹上 鸡腿先炸着我们来做一杯喝的 鸡蛋打散冲入开水再加入牛奶枸杞 除了鸡腿本身酱汁也很重要 配方和配底我都放在屏幕上咯 记得要做好笔记 搅拌均匀之后再下鸡腿 让鸡腿的每一个地方都裹满酱汁 浓郁的酱香还有脆皮 咬下去居然还会爆出汁水来 快做给亲爱的人吃吧